第四集的国家 为王语 大家好,我是何培军 我觉得青年返乡创业 他应该要具备的第一个特质是 他必须要对于一些地方的发展 它要有一个很大的这种热情 因为你在台湾的乡镇里面 你必须要面对到很多的困难的一些考验 所以你能不能够善用你的热情 去接纳所有你所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重要 第二件事情呢 是你要能够去发现你自己个人的优势 可能从你个人的专业 你个人的特质 还有你手上握有的一些 累积的这种社会资源 带着你的优势回到你自己的故乡 或者回到台湾的一些乡镇里面 用你的优势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发挥 有的时候你会面临到一些 你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要把一些产品要卖到外地去 你必须要能够去看看 自己有没有相对应的这些优势 准备好可以回去 然后最后就是要有一个 面对到困难永远不要放弃的一些决心 我们当然遇到所有在考验最困难的当下 你一定要认为 所有的问题后面都有一个最好的答案 如果能够持续的下去 我觉得应该有机会 可以让你的家乡产生改变